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啤梨晚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来 阿德杰说 是我所看见的未来 没错 是我所看见的未来的作者 龙树亮之前我们讲过 为何今天再讲呢 因为昨天我给另一个网台的老友记 他又讲开 他讲我这本书出来讲 就结合他用《易经》来看那条挂掌 似乎真的有点麻烦 这本书我们先讲一下 这本书是1999年发表的 记住 这本是旧版 旧版现在炒到十几万 因为对新版有很多类的 没有新版没有的 因为为何呢 去新版后来一会儿讲我的故事的时候 我才会再讲出来 因为太多人 那些人买不到旧版 那越传越穿作符 很贵啊 旧版买了十几万公司 好了 于是乎他再出版新版 加一些东西 以及以证视听 好了 我们看这个是什么来的 这个叫龙树亮 他从来不是一个奇人 他是一个普通的漫画家 他说呢 他有时会发梦 发了一些梦 于是乎拿了一些灵感 他便画出来 好了 那为何会画出来呢 因为他发现那些梦 很有规律地慢慢实现 好 于是乎呢 他可能有一个两个 他发现了这样的呈现 他又将他的梦境画出来 然后出书 在1999年 而这些梦境呢 在1999年之后呢 是不断不断 會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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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發生 現在來說 他十一個語言裏面已經有八個是命中 而三個也不代表不中 可能在未來會中 而其中一個就是明年的香港關於 這一點大家真的要關心 好了 這個阿龍樹亮他曾經說 他所發覺的夢是有特別的時間規律 有特別的時間規律 應驗夢境基本上都發生在他發夢之後 無論是日月或年 的五、十、十、十五、二十五個間隔裏面 例如十五日、二十五年隔 現在你可能不太明白 一會兒講到你就會明白 所以不用一別記 庸樹亮說他個人的預知夢 應驗時間就是五的配數 大型事件就是十五的配數 即是說如果這個預知夢 十五日後不發生 應該就是十五年了 十五年都不再發生 就似乎應該是三十年了 OK 當然這些一定要用時間去引證 如果十五日沒有發生 十五年都沒有發生 如果有這麼長命的 三十年就要去驗證有沒有發生 似乎就沒有去到這裏驗證 好了 他說他第一個夢 這個夢就是他出書的時候 已經發生了1999年出書 你說只能夠你信還是不信 因為裏面有些夢 即是有些夢境是1999年之後 他說這件事 這個夢就是發生了1989年8月27日 現在說說說說 就是三十五年前 8月27日早幾天 阿龍樹良在夢裡面 見到一個山洞 見到一個帽子穿鞋 只是穿淺藍色長裙的女生 死亡了 好了 一年之後 一年之後 即1990年8月27日 他去公園散心 竟然 見到一個跟去年發夢的洞 一樣的洞 然後回到家 就發現新聞報道 就報道一個穿著淺藍色長裙的女生 服屍一棟於特變 這一個 是他開始發覺 咦 為什麼我夢境會成生 那時候開始 而這個也是唯一一個 唯一一個 是按我五十五個規律 發生的 一年後 第二個夢 他說 阿龍樹良在1976年 11月24日 就發現夢見 咦 Queen的主音歌手 Feddy Mercury Feddy 你知道是誰 我知道 我也知道 就感染了傳染病 死亡了 最終的Feddy是何時呢 1991年 愛知病 死亡了 OK 那那個 夢境和他 真的 Feddy Mercury 離世 就是15年 大家都在1976年 11月24日和1991年的 11月24日 是整整的 一日都不差的 他的夢境 15年 就是和那個女生 8月27日 一日都不差的 第三個夢 是有發生的 這些 他就夢見 在1982年 4月25日 夢見一個年輕的搖滾音樂家 死亡了 1996年的4月25日 正正是十年後 1992年的4月25日 夢境發生後 第十年 日本歌手 美其風離世 連近26歲 這些都是 這兩單 這三單 都是在他 即是發表這個 我所看到的未來裏面出現 但是是 但是是 在出書之前的 那你就不能去印證 你只能去信 還是不信 但是跟著開始 他就會有一些 在出書之 的事 OK 那其實呢 是未發生的 但是因為這三個夢 可能你會這樣想 譬如你是他 因為這三個夢 發完之後 這樣發生了 於是他出書的時候 就把他所有的特別夢 寫出來 然後那些就慢慢 逐步靈驗 OK 好了 他第四個夢 是夢見什麼 他說在不知名的地方 發生大地震和海嘯 這個不知名的地方 你這樣說是沒有意思的 他的夢是何時發呢 是1996年3月11號 當時 大家知道是311 311 Tatsuki 即是這個 龍樹亮 就見到一個 是日本的 但是不知什麼地方 發生大地震和海嘯 所以他那本書 這個封面 其實都有寫到的 就是2011年3月發生大災難 結果呢 在2011年3月15號 即是這本書 出了的12年之後 在他發覺夢的15年之後 果然在日本發生了 9級的311個大地震 這個就難以解釋了 第五個夢 戴安娜之死 1992年8月31號 他發夢見戴安娜王妃 抱著小朋友 張相 和死了 五年之後 1997年的831 戴安娜王妃把尼 恩車禍洗洗 喏 這些呢 你都可以說 都還在那個 出書之前 好了 到了神戶大地震 又是呀 1995年1月2號 他夢到神戶大地震 15日後 神戶大地震 這個就是日了 然後呢 1995年1月2號 他夢到自己會封筆 退出漫畫界 在2000年呢 即是在我所看見的未來發行 一年他就封筆了 事隔五年 當然這個是他比較 可以主動控制 他那本書 他出書的時候 1999年 他就說他1995年夢見自己封筆 然後是在2000年到封筆的 那你就會覺得他 真的可以自己控制 自己控制到 好了 第八個夢境 他在1995年 就 1月2號 因為這個夢呢 是跟他在發夢自己封筆 一起發夢的 就夢到2020年會有一種病毒 4月會去到高峰 好了 這個書記者是1995年出現的 結果時間25年 25年 配數 好了 他真的 2020年真的出現了病毒 其實是2019年年尾 去到4月真是高峰 好了 新冠肺炎的出現 為什麼他說應驗了一半呢 因為他這個預言 他看到的 就是另外一半要留待九年之後 才會斷尾 我們就九年之後 2020年 2020年出現 我們呢 2029年 2029年才知道是否靈驗 如果靈驗的話 就是另外一個新規律 35年 即是55、25、25 好了 第九個夢境 他在1991年 就發夢夢到富士山 山頂冒出黑色的煙 余子夢之後的五年 十年和十五年都沒有爆發 富士山 OK 好了 如果再爆發 你跟回他這個規律 那就應該 就要在2035年 或2030年 但是之前都沒有辦法 這個是暫時認為沒有發生 真的沒有發生的 另外一個就是 1981年 他夢到日本神內村 黃奔縣地區 發生大海嘯 十五年後 一九九六年沒有發生 再十五年後 2011年都沒有發生 那就要看2026年 神內村 會不會爆發 2026年 即是後年 是啊 那你有沒有計過 日本會不會爆發 神內村 我沒有計到這麼準 那他之前有七級大地震 之前 上個禮拜 好像 七級大地震 那天我起了一支掛 嗯 那天地被掛 被掛 即是話意思 日本要什麼呢 先破而後立 即是他要中多禮 即是彼極 是 他最壞 是 你那天在陰影 住去七級大地震 來掛 是啊 是 他七級大地震 那天有起話題 現在這裏呢 就大家看 隨著他的漫畫熱度 不斷上升 很多人沒有衝動他 甚至乎假馬 假扮是他來接受訪問 所以 龍樹良決定不再保持質問了 在2021年 10月出版了 《我漢見的未來完全版》 補充一些內容 1999年7月1日 龍樹良馬發表了最後一版的《我漢見的未來》 之後呢 在7月5日 7月5日 他作了一個可怕的夢 他夢見自己 飄浮在空中 看見日本和菲律賓之間的海面發生巨大的爆炸 這次爆炸呢 這次爆炸呢 導致海底斷裂 岩漿湧出 引發了巨大的海嘯 海嘯的巨浪呢 高達8米 說8米真是比你上 真是3米1 更厲害 由於呢 他說夢見的日本人呢 穿短袖衫 他推測呢 這件事發生在夏天 去到2021年7月5日 之前呢 去1999年 夢到嘛 2021年7月5日 他再次夢到相同的場景 不過這次這個場景呢 他見到日本海呢 持續有些泡沫 谷上來 而且在右邊太平洋海面呢 出現了兩條巨龍 向著那些泡泡靠近喔 那就發生了強烈地震 然後呢 高達幾十公尺的海嘯 湧向各國陸地 在超大海嘯襲擊之後呢 龍樹亮驚訝 看到一片土地呢 由海底升起 將日本 台灣 香港和菲律賓的 陸地呢 連接在一起 他說連自己都覺得難以自信 所以呢 如果他預言成真的話呢 他今次的災難呢 就精準到是2025年 就是明年 7月5日 早上9點 同一時間呢 龍樹亮驚隱約感到自己的壯麗 為他去嘗試舉行 可能他今次在此裏難 死得 他說在1997年 第一次發這個夢 1997年呢 2007 2017 明年是幾個 2017 明年是2016 明年是2015 明年是2015 1999年 1999年發出了一後發 2009 2009 就是二十五年,二零一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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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春天發生二十五年, 他說是很精準,二零五年七月五日早上五點,海面有很多瀑布穀出來,有兩條火龍逼近瀑布, 火龍是什麼呢?可以是玉熔岩,可以是導彈引致的地殼爆炸,還是怎樣呢? 但是,接著陸地升起,將日本、台灣、香港和菲律賓聯在一起, 那很冷靜,以後我們去日本駕駛就可以了,去台灣駕駛就可以了,很冷靜 如果是這樣,你有沒有算過,明年我們香港的環境呢? 香港就是窄,香港是不好的,但是你說有沒有去到龍樹梁這麼精準, 明年七月五日早上九點會發生一次超級大地震,我沒有去到這麼精準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現在我們不說了,尤其說了,如果說了,知道了, 明年七月五日我們會不會,你會不會留在香港呢? 那我又真是想留在香港那一陣子就是中的, 因為,不,這樣的話,可以在那裡中的,但是這樣說, 去到那一陣子,你能夠親眼目睹,真的很偉大, 但是死亡的機會很高,那時候,就說1999年有宇宙大門, 很多了,很多了,我記得那時候,我們看那些什麼, 什麼2002,就是那些什麼明日之後,就是之類的那些, 就是90年代沒有很多這樣的,就是何利活的那些科目的影片, 到2002年,我都過了那幾年了,其實,真的很難說, 如果,我覺得我出現七月五日,如果是這樣,大家網友提我, 如果我還要做節目的話,六月尾就好提我了, 先走了,我當然去馬拉啦, 過馬拉可以,好,過馬拉, 那馬拉不能好嗎?過馬拉去看, 天災黃磨月又到,各位明天, 風水會在那裡後教的,各位如果有什麼宜蘭, 其實你現在的葡萄是什麼服務,有沒有改名呢? 有,有改名,宅日呢? 改名,宅日,風水,八字,八字,夜驚塔,夜驚塔,夜驚民卦, 民事喜卦,主要都是這些, 風水怎樣,這陣子的生意? 風水,念名沒什麼人看風水的, 剛剛現在過了鬼節沒有? 過了啦,未過,九月二號才三個月, 其實你們那行都有旺淡的, 有旺淡的,鬼節是不是旺淡? 鬼節是旺淡來的, 小衣包的, 小衣包的,但你有沒有人看照片, 看風水就不少了, 批八字多,年尾的時候, 年頭就多人看運程, 大家信我啦,你們信也好,不信也好, 其實孝順父母, 即父母在生的, 父母離世的, 記得給他一個位置,你就怎樣了, 記得我們還有一個, 招財皮休, 招財皮休, 帶了太陽, 要出來見光, 下星期再見, 記得出來買東西, 拜拜,